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消息 根據《太陽時報》的報導所說 在近半個月以來 英國方面已經收到了接近5000宗BNO5加1簽證申請 而港督彭定康就說英國是歡迎香港人去 至於前全國人大常委范徐勵泰 繼續暢淡BNO移民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亦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太陽時報》的報導 近半個月以來 BNO5加1簽證已經收到了接近5000宗申請 而在這些申請當中 大約有一半的人 就是身處在英國 報導又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說他們一早就已經預估得到 當計劃正式開放的時候 會收到大量申請 估計經過了這一波申請潮之後 數字就會可能回落 我相信在2月23日當大家可以用手機apps申請的時候 那個申請人數應該會進一步上升 因為通過手機apps申請這個5加1簽證 就不需要限定你 在某一個日期之前就要抵達英國 變了來講是靈活很多 你沒有入境日期的限制 在安排上也會輕鬆一點 報導也引述了牛津大學研究機構的一個估計數字 就說如果以現時的速度持續的話 去到今年年底 將會有14萬5000宗申請 其實現在頭半個月就5000宗 不過就未曾開始那個手機apps申請 只要有那個數字之後 那個情況就會更加明朗 大概有多少人會申請 尤其是 英國的疫情已經開始慢慢搞定了 是有這個跡象的 當去到夏天的時候應該會全面解封 當大家對於英國的經濟復甦是有一定信心的時候 我相信又會是多了人申請也不一定 好了 廣督彭定康他就怎麼說呢 他說現時英國政府 向香港人開放這個申請 是對過去作出負責 並且就說 有5000宗的申請數字 就已經表明了 香港人對自由被剝奪 是感到憂慮的 他也都說不擔心 香港人在融入英國社會的時候出現什麼問題 香港的人才 就將會受到英國的歡迎 而他們也都將會對英國做出巨大的貢獻 其實彭督又真是經常都關注香港的事務 也都處處為香港人在英國發聲 所以香港人去到英國之後 就千萬要記得感恩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范徐麗泰的一篇訪問 近來有很多建制人士 都忽然關心香港人的去留 甚至乎說 移民之後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又擔心香港人去到會受到歧視 諸如此類 對於香港人的 關心程度 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現在我們看看到底 范徐麗泰又說什麼 他就說到 英國最近推出這個BNO5加1計劃 令到合資格的香港人可以移民去英國 他就說 英國目前脫了歐之後經濟不振 截至到去年12月 財赤就已經高達2700多億的英鎊 極需要資金的投入 如果每一個香港移民的家庭 至少攜帶1000萬港幣 即是相當於100萬英鎊 現在沒有了 大佬對10個80個9 如果有5000個家庭移民英國的話 英國就已經有50億英鎊的收入 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強心針 這個其實就是 所謂數珠動機 不知為什麼那些建制人士 就很喜歡拿這個 因素出來 告訴香港人 他們害怕別人不知道 但是就算資又怎樣呢 他就明顯是要搶人財搶資金 不單止英國 加拿大也是 那怎麼辦呢 人家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在制定移民政策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自身的考慮 如果他喜歡吸納人財 吸納資金 他做得到 那就是他威風 所以這些就是各取所需 移民的人又會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英國政府又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那這些就是為之雙贏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根本上整個社會就應該要互惠互利 你不可能要求別人單方面付出 好了 跟著呢 范徐麗泰就說 如果仍然是想移民去英國的 就應該作四方面的考慮 第一就是工作機會 他說呢 或者少數人就可以找到工作 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 就應該比較困難 他就說英國脫歐的主要理由之一 就是英國人擔心歐盟國家的人 搶了本地人的工作機會 他由此就可以推斷 通過BNO移民的香港人 同樣會被視為搶走本地人的工作機會 他就覺得香港人在英國找工的情況不會很樂觀 實際上來說 現在找工比較困難 純粹就是因為封城 當疫苗接種率開始上升 當社會逐漸解封 經濟肯定就是會出現報復式的反彈 這個我說過很多次 看看是否中了 到了夏天的時候 當各行各業都已經恢復經營 恢復正常的時候 你很難說找不到工作 尤其是你范太自己都說 英國脫歐之後 有些歐盟國家的人 他就會回流回自身的地方 他就不會留在英國 那些人流失了 那就有些工作的空缺出來了 其實你說的東西是有矛盾的 而且就算現在是封城期間 不少香港人過去 其實都找到工作 只不過下可能那些工種 就是會做得比較辛苦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 你不能夠太過選擇 正如在香港一樣 你自己找工作 找了一段時間 如果都是撞板的時候 你自己都會調低薪酬的要求 或者就是找其他工種來做 你都不會說坐吃山崩 所以我也不明白 你范徐麗泰說這件事是有什麼意義的 第二就是稅率問題 范徐麗泰就說 移民去英國 而且找到工作的香港人 一般都是中產 但是將來的收入 就可能要 拿45%來交稅 而且還要考慮到 那些小孩上學 就要交高額的學費 以及就是 醫療費用治理 通貨膨脹等的因素 他們認真要思考一下 1000萬港幣 究竟有沒有辦法應付到當地6年的費用 先說一下那個稅率 45%其實就是 個人稅最高階的稅率 一般來說打工子女都是給20% 但是 給得出那麼多的稅率的時候 同樣地當入籍以後 都會享用相應的福利 沒有問題 最怕的就是 給了稅之後 都不知道自己可以拿回什麼的福利 那你就說 按居而已 對不對 另外 他提到 那些小孩上課 就要給高額的學費 視乎你到底 就讀什麼學校 如果BNO的子女 去讀這個公立學校 就免學費 如果你說要就讀一些私校 你又要諸多要求 自然你也是要給高一點學費的 就算香港也是這樣 你讀一般的津貼學校讀官校 那你用多少錢學費 你不是交書保費 但是你讀國際學校 比如說英基那些 那些一年都是要成十匹的 中學值得十二三萬的 不是一條數 是視乎你怎樣選擇學校 這些叫做封劍尤人 就不一定說要給很多錢出來的 大學就另計 他就說醫療費用治理 其實這個在申請簽證的時候 就已經給了一筆錢出來的 就不需要說額外再給的 那個已經給了包了 另外通貨膨脹這些因素就是 就是很無謂 老實說香港也會通脹 浪費的 而且你香港的通脹問題就是 會連繫到美國那裏 因為你那個是聯匯制度 美國不斷印銀子 你也會通脹 另外他就說一千萬有沒有可能應付到六年的生活 我想這個數字就有點離地 很多家庭去英國 他本身都沒有拿到一千萬港幣那麼多 一家四口如果慳慳地真的有一千萬港幣 怎會應付不到六年生活 除非他的生活 突然之間變得很迂腐 很微爛 沒得好說 如果一般正常人 怎會應付不來 愚蠢的 接著他又說第三個因素就是 入籍的變量 他說英國政府沒有明確表明過 通過這個BNO計劃在英國生活六年之後就一定可以入籍 到時英國就可能會根據自身的利益 再對政策進行調整 這些也是愚蠢的 因為 那個BNO visa其實就是五年而已 另外一年入籍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那個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這五年就是銜接的那一年 那你在這五年裏面 只要你符合到居住的要求 或者不要犯事 諸如此類 那你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 永久居留之後再多一年就可以入籍 那個是 五加一 現在其實申請的是那五年 往後那一年 一向的入籍都是這樣安排的 沒有變過 那件事是 哈哈 他為什麼經常有些建制派的人士那麼喜歡說這件事呢 你告訴別人怕到第六年之後不讓你入籍 你一般正常人都不會啦 是不是 第四就是英國的發展前景 范徐麗泰分析 英國是受脫歐影響 未來的發展將會依賴美國 但是美國又不會提供太多支援 所以英國發展速度很可能比其他西方國家慢 那你只是看疫苗的接種率就知道不是啦 英國是全世界第三位 唉真是 他說相比之下 香港如果不是太政治化 繼續做國際金融中心 就會享受到大灣區發展的成果 但是英國剛剛才說香港不再是國際金融中心 那麼他另外又說到 大灣區發展是多層次多元化 香港要地有地要人才有人才 要科技有科技要政策有政策 這個好笑 他現在忽然間說香港要地有地 香港要地有地嗎 之前又說不夠 現在又忽然間有了 他總之要吹捧香港的時候 就什麼都有了 他說所以20年之後 如果香港的發展速度是比英國20倍 他都不會覺得意外 啊 20年之後給你一個官員做就行了 你現在說這些東西 就算不要跟他爭辯 20年之後發展如何 你只是一個因素 就是港漂的因素 你香港那班這樣的年輕人 到時你怎樣上位都是成問題 當然你說做一些基層職位是沒有問題的 做到中層都可能沒有問題 再上都要做高層的 做打息的 喂本地人有沒有做 是不是 你港漂就已經打息了 很多現在的職位都是這樣 是不是呀 學術界 很多專門請大陸的教授來教 是不是 有一個在中大的李薇 那個是喜歡食製品的 你比如說金融界這樣很多都是 港漂來到去 話事的啦 所以你說20年之後發展成怎樣 就算給你發展得好又是不是本地人能夠受惠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這個是大問題 你看看廣州就知道啦 是不是呀 廣州的人能不能上位 當你上到中層 再要上一層樓的時候能不能上位 這些是很現實的問題 當然啦 他催到就說香港在20年之後發展速度比英國20倍 我就不同意 因為你那個大灣區的發展其實就是以深圳做本位的嘛 大家都知道 你九加二其實就是群星拱照嘛 不是九什麼加二 所以你說香港還會發展速度比英國20倍呢 我就覺得是有問題的 因為香港已經是一個已發展的地方 你還發展什麼呢 那時候老董就說發展很多東西啦 是不是呀 又科技講又中藥講 你都不知道發展到哪裡 最後就是房地產的嘛 而且香港的高速發展的時代就已經是過去了 你最黃金的發展時代就是 60、70、80年代 現在你還說想高速發展 要比英國20倍 這真是說得出就說的 生草藥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